总统蔡英文2011年的造势活动 你发现了吗 旁边穿着运动服的就是 冬奥滑冰选手黄玉婷 这是十年前的画面 总统蔡英文竞选时在高雄的造势 黄玉婷送上金牌 帮蔡英文站台 被网友挖出来 还算他转变很大 绿营立委也坦言 这不算什么转变 黄玉婷是高雄人 本人还没有回应当下是在什么状况之下 站上去蔡英文旁边 而黄玉婷因为po出穿大陆对付的照片 引发争议 网络上面骂成一片 有人批评他连国家都不会分 真是无脑的运动员 还有说他是向红 当然加油的也有 因为一张照片承受社会各界骂名 立委觉得国手在外比赛 还是要多点鼓励 因为看到很多的网友无限的上纲 甚至在网络上 人声攻击谩骂 这样的行为同样一样非常不可取 尤其是要强租自己的政治意识 来到黄玉婷选手的一个身上 我们共同一起支持 台湾选手因为两岸敏感氛围 引发争议 不是第一次 现在还被挖出 旧赵曾经帮总统站台 更让黄玉婷政治立场受到关注 TVB的新闻里面会有采为台北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